当看到自己不努力,才知道自己已失去前进的动力 记住了,不付出艰苦努力的人,永远只能在山脚下,看着超越六道的人 而自己只能随着业力在六道轮回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学佛人的一生是由你的愿行引导的 师父还说,人生方向的选择是由你智慧之莲花铸造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摩合萨,感恩师父 弟子母亲有天突然吃饭就吐 人不舒服,之后不想吃饭 后送到当地医院挂屏 住院没有床位 转院到中医院住院检查 查出肝上有五公分大的脓包,需要手术 父亲信任当地医院的医生 确实当地医院肝胆开刀是权威 后来了解,当地医院肝胆科整个搬到中医院,赶紧打听 确定母亲手术由当地医院过来的医生主刀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菩萨慈悲,母亲十七日手术特别顺利 现在调养中,父母也在念经练小房子 母亲素食也有好几年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有一个简短的分享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弟子今早念了心灵密码,组合经文 去做了驱八手术 结果手术非常成功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各位师兄大家好 到今天为止 参加白化佛法共修有一个多月了 每次共修都让我受益匪浅 这种共修的学习方式 让我的内心特别清静 定能生惠 从开始的每次读白化佛法的时候 像流水一样地读 到现在,每次共修之前 都会熟读每一篇白化佛法 让我对白化佛法理解的 就更加透彻了 每次共修完,不仅不会犯困 反而还更加精神 共修完之后 我还能读两张小房子 让我受益的是 现在我的思路清晰 记忆力也增强了 最让我受益的是 在我没有参加共修的前一天晚上 我还和爱人关系时好时坏 又闹矛盾了 当天晚上参加共修的时候 我就消业障了 和爱人和好如初 至今一个多月也没有再闹过矛盾 遇到事儿了 比以前淡定了 比以前有智慧了 师父的白化佛法能量不可思议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每天看 有时候就像在指证自己一样 师父说 包括夫妻之间 孩子之间都一样 要多重善音 多说好话 劝导为妙 我向师父忏悔 最近因为小事想不通 和家人吵闹 看到师父这段开示 才明白忍辱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说清明节到了 一个小明和家人下楼 他们到楼底下去烧纸钱 祭祖 他的妹妹很小 留在上面看家 当小明烧完纸钱之后 回来 妹妹就跟小明说了 哥哥 刚才有人在线上跟你讲话 我帮你回复了 那个小明呢 就好奇地看了一下对话记录 发现妹妹竟然是这么回的 对不起 我哥哥不在了 除非我帮他烧纸钱 不然他没法上来跟你们讲话 中华传统文化说 智者不锐 慧者不傲 就是说 有智慧的人 他讲话不会特别的冲 不会去讽刺别人 慧者不傲 有智慧的人 他讲话不会很骄傲 谋者不露 强者不报 也就是说 有智谋的人 他不会显露出来 强者不报 如果这个人很坚强 他不一定会在别人面前显露 我们学博修行 我们学博修行就一定要懂得坚持 我们的信心不一定让别人知道 但是我们的愿力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不会双修 坚持跟着菩萨好好的修 就会修出人间的般若 我们要用佛法的慈悲 洗舌来汇集家庭 利益国家和社会 推动宗教和谐 实现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 无我利他 一事修成 永断轮回 共攀四圣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愿力是发心的基础 他能感动天地 修行者要立愿为先 愿力是慈悲的火种 发大愿力 会成就佛菩萨一切行门 语言 行为 思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